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父母长辈需要出国办自由行的 就是打算到了当地再找旅游团的 那么这个app就可以帮他们方便的办理直击 找到登机口 在国外转机也会方便一些 然后是这个realtor 这个app网罗了几乎所有的加拿大公开交易的房屋信息 可以说房子交给加拿大的挂牌中介交易 那么它的信息就会显示在这个app上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登录之前 就已经差不多选好了自己想要的区块 也备选了几套要看的房子 一到这里我们就联系了中介 实地看房 没几天就下offer了 这个app我现在无法确定国内能不能下到 如果不行的话 大家也可以试试登录他们的网站 至于这个房价 大家也不用太纠结 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有些房子户型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细节用材可能都不一样 再者贵的房子 一般来说这个区块各个方面的设施都会好一些 比如说学校 这里规定校长老师 都要定期的轮换 那么好的学校怎么来 就是看声援 直接点说就是看你的邻居 前app里最后一个是开言英语 这个不是广告 我现在的粉丝量也不会有人来找我插入广告 学英语的软件很多 大家肯定也会找到适合自己的 就像这个开言英语 我用下来感觉不适合考生 只是它里面有几个讲课的老师来自加拿大 据说其中一个还参与了这个课程内容的编写 所以我听很多课都讲的是加拿大的生活文化 特定的场合 特定的语言 有些我在这里的实际交际中还派上了用场 至于来加拿大以后 线上app也是可以的 我还在听 但是既然来到了这个环境 当然还有别的更融入更适合的方式 在这里学英语的资源之后会单独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先听听它里面免费的课程 接下来是后app 中间三个都可以算是翻译软件 我常用的 sogo翻译 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界面 这个sogo输入法个人觉得真的挺厉害的 我有一次用这个跟同学聊天 他们惊呆了 不是因为翻译有多准确 而是我同一时间跟他们又说日语 又说法语 又说英语 他们以为我自学了很多门语言 还有谷歌的网页翻译功能 这些翻译软件都一定程度上辅助了我们在这里的日常需要 毕竟母语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但是不能依赖 尤其是在翻译合同的时候 还是寄希望自己的英语能够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接下来三个是促进消费的app 国内用惯了大众点评 到这里尤其是里甲纳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谷歌地图就是有类似的功能 可以看到别人对某个景点餐馆商店的评价 中间这个是加拿大省钱网的app 大家没事就不要去吓了也不用去看 习惯了在国内只带手机 所以我经常忘记带实体卡 推荐给大家 当然这里面也有商家自己的优惠信息 Subway 麦当劳 Team Hortons 是在线点单的app 英语不好 这样点单就很方便 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温哥华买麦当劳的早餐 就是因为不懂Original Coffee是什么意思 以至于当我们买完的时候 后面就排起了昌龙 好尴尬 最后一个大家都应该认识了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的下厨房 我之前说过 我是来到加拿大 离开父母以后才学烧菜的 通常菜谱呢 就在下厨房或者是YouTube上面找 所以孩子们一度认为 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手机 也可以烧出可口的饭菜来 在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老公又赞助了我一个app 就是这个买车的app 如果你来加拿大 想先买一辆二手车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app先了解一下 这上面有4S店的二手车 也有个人出售的二手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 这里很多价格还是很透明的 好了 不知道大家对我今天分享的干货 满不满意呢 对哪一些特别感兴趣的 我也可以再详细的讲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再过两个月 我的粉丝数再翻三番 谢谢大家 拜拜